電玩瘋 連續兩個星期 電玩瘋為大家介紹了 2014年東京電玩展的遊戲大廠攤位 但其實作戰場裡 還有一個相當特別的區塊 就是獨立遊戲專區 有別於去年與主要展區分離 辦在不同的展館 今年的 Indie Games 獨立遊戲專區 移至了主展場裡 位於SCE、SEGA、CAPCOM、SQUARE NX 等遊戲大廠的攤位中央 而且今年SCE也是這個專區的主要贊助廠商 所有參加展出的參展者 都可以免費參展 由此可見獨立遊戲 越來越受到主辦單位 以及遊戲大廠的重視囉 這次的參展陣容 總共有來自17個國家的 68組獨立遊戲團隊 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國的創作者們 帶著他們全力開發的遊戲作品 前來展示講解 除了歡迎玩家們親自試玩之外 他們也都把握機會 與其他攤位的創作者們互相交流 而他們的攤位也都經過精心佈置 甚至有些還可以看到被貼上 Indie Game Nominee Prize 或是Rookie for Games等獎項的得獎貼紙 更讓參觀的玩家們想要停下腳步 看看這到底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呢 獨立遊戲攤位裡 可以看到許多具有獨特創意發想的作品 例如利用體感裝置 Oculus Rift 所開發的 以烏騎掃帚的體感遊戲 Little Witch 至於可以在紅白機 與NTS上執行的8-bit動作遊戲 Kila Kila Star Night 玩法相當簡單 玩家只要在關卡當中吃到越多星星 就能夠賺取越高的分數 而這位在現場示範講解玩法的製作者 他的本業其實是一位漫畫家呢 不只是日本和海外的創作者 台灣方面今年也有7組獨立遊戲團隊參展 為了鼓勵他們 巴哈姆特今年特別給予他們實質上的補助喔 這些團隊包括了由Team PSC 所開發的抑制方塊遊戲 Cubit Tower Attack Troops的武將卡牌遊戲 《攀石無雙》 Oxen Game Studio 與廣州古德遊戲合作開發的 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星座 世界2 而異虎團隊所研發的卡牌遊戲 《大神無雙》 則是以角色扮演和塔防即時策略為主軸 可以收集並養成各種戰魂師 來組成自己的戰鬥隊伍 金玩楓小組特別在現場 採訪到製作團隊 來介紹他們的心血結晶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是U1的製作人的音樂 因為是我們的最新的產品 產品三屆 那我們現在跟Gameback做一個介紹 這個遊戲的玩法就是說 當你踩得越快的時候 你的火力就越強大了 所以如果你火力很強大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防護罩出來 你就無敵 所以如果你不踩的話 你就會被打到 然後這個Gameback的話 它的操作感是可以這樣主要移動 然後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遊戲 它剛好是一個射擊遊戲 它玩起來變得很聰明 然後我們有非常多的 被進擊可以選擇 而且有九個戰棋可以選擇 我是CINA刻意的企劃Otus 我這次展出的是 進階的實施戰略版 那這是一個回合制的戰棋遊戲 回合制的戰棋遊戲 就是說你可以選擇一個單位 那麼移動它 然後選擇你的攻擊 那就是你的攻擊範圍 它敵人在這裡 因為在範圍之外 所以就不行 那 因為現在敵人都距離我們很遠 所以我們可以先待機一下 那敵人會回合他們就開始移動 開始嘗試的攻擊你 那在目前的狀態下呢 因為我們的等級都相當的高 所以敵人是完全無法傷害我們 我們可以略過敵人的回合 又回到我們的回合了 我們的敵人在五等 所以 我們很輕鬆的可以打敗他 對 那我們主線呢 故事大概有十個章節 每個章節有十關 那他會叙說 thu2個王国之間戰爭的故事 大量於 我們每一個角色呢 在取得這個角色的時候 都可以得到 這個角色專屬的故事 每個故事也 是有它相應的任務 那我們遊戲會在明年初算推出 希望玩家可以支持我們 敬請期待 謝謝大家 哈囉,大家好,我是金正道的Skart 那我就負責做Hypersquare的遊戲 那Hypersquare呢,它是一個簡單好上手的一個意思性遊戲 那它有簡單的美術風格 還有很簡單的操縱與玩法 所以是老趙田大家都可以玩的一個遊戲 那Hypersquare的玩法呢,它是利用簡單的手勢操作 像是拖曳方塊以及放大與縮小還有圈轉 來把方塊放進目標裡面 那然後我們也有一個告訴計時器 所以你要在計時,要在時間到以前 快速的把方塊全部放進去 而除了獨立遊戲專區以外 還有兩組台灣自製遊戲團隊 選擇在智慧型手機遊戲與社群遊戲專區攝攤 分別是7core 在現場展出他們的最新作品 《超閒少女》《瘋的妮男》 以及去年以SpaceCube 入選2013東京電玩展 Sands of Wonder Night獎項的Cupid Games 今年則是帶來彈射型3D機器人新作CubeBot 這麼多充滿創意的攤位和遊戲 玩家們是不是覺得很有趣呢 期待明年的獨立遊戲專區 能夠有更多的獨立遊戲團隊進駐 為玩家們帶來更多更具創意與崭新衝擊的遊戲新體驗喔